物理實驗表明,宇宙只是一個幻象, 一個巨大而細節豐富的全像式影像片 整個宇宙基本上是人類意識的投影, 一個全像式的幻象 現實的一切都可視為一種隱喻, 因為連最偶然的事件 都隱藏住因果的平衡和必然 1982年, 巴黎大學由物理學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 研究主任 阿蘭·阿斯拜克特 所領導的一個研究組織 進行了一項20世紀最重要的實驗。 有些人相信,他們的發現 可能會改變科學的面貌 Aspec和它的小組發現, 在特定的情況下, 次原子的粒子們,例如電子 同時向相反方向發射後, 在運動時,能夠彼此互通信息 不管彼此之間的距離多麼遙遠, 不管它們是相隔10尺或10萬萬里遠 它們似乎總是知道, 相對一方的運動方式 在一方被影響而改變方向時, 雙方會同時改變方向 這個現象的問題是, 它違反了愛因斯坦的理論 沒有任何通訊能夠超過光速 由於超過了光速, 就等於是能夠打破時間的界線 這個害人的可能性, 使一些物理學家 試圖用複雜的方式, 解釋Aspec 的發現 但是, 它也激發了一些更有革命性的解釋 例如 倫敦大學的物理學家, 戴維鮑姆 Vivit Bohm 相信Aspec 的發現 是意味著客觀現實並不存在 儘管宇宙看起來具體而堅實, 其實宇宙只是一個幻象 一個巨大而細節豐富的全像攝影相片 要了解為什麼Voom會做出如此大膽的結論 我們必須首先了解什麼是全像 攝影相片 全像照相術, 可以說是雷射立體照相術 全像使用的科學儀器, 雷射光射出後分為兩數 一數投射於被拍照的物體上 反射後再與另一數光相互干擾 然後將纖繞波形存於全像軟片上 與傳統照相術不同的是, 這張軟片看起來 只是一大堆像水波的紋路 看不出一點被拍照物體之形象 可是當我們用雷射光, 以正確的角度投射於軟片上時 就會顯現出該物體之立體影像 全像攝影相片 是靠激光、雷射 做出的一種 三度空間立體攝影相片 要製作一張全像攝影相片 物體首先 必須用一道激光束照射 然後第二道激光束 與第一道光束的反射 產生繞射的圖案 兩道光束交集的地區 被記錄於底片上 底片洗出後 看起來像是無意義的光圈與條紋組合 但是當底片被另一道激光束照射時 一個三度空間的立體影像 就會出現在底片中 這不同於一般印刷式的所謂全像像片 只有狹窄的角度可見立體影像 真正的全像攝影相片 沒有角度限制 而且必須用雷射才可見影像 全像像片的這種整體包含於局部的性質 給予我們一個全新的方式 來了解組織與秩序 西方科學的歷史 多半是基於一種偏見 認為要了解任何事物現象 不管是一隻青蛙或一陣風暴 最好的方式是分解事物 來研究事物的部分 但全像攝影告訴我們 宇宙中可能有事物 不會配合這下假設 如果我們試著 把某種全像攝影式結構組成的事物 分解開來 我們不會得到部分 反而會得到較小的整體 我們提供了以下的描述 想像一個水箱 裡面有一條魚 也想像你無法直接看到這個水箱 你對它的瞭解 是來自於兩台電視攝影機 一台位於水箱的正前方 另一台位於側面 當你看住兩台電視監視器時 你可能會認為 在兩個螢光幕上的魚 是分離的個體 畢竟 由於攝影機是在不同的角度 所得到的影像也會稍有不同 但是 當你繼續注視這兩條魚時 你會覺察到兩者之間有特定的關係 當一條魚轉身時 另一條也會做出方向不同 但動作一致地轉身 當一條面對前方時 另一條會總是面對側方 如果你沒有覺察到整個情況 你可能會做出結論 認為這兩條魚 一定是在互相信電感應 但這並非事實 Bohm說 這正是在ASPECT實驗中的次元子粒子的實際情況 Bohm認為 次元子粒子之間的超光速連接現象 其實是在告訴我們 現實有更多更深的層次 是我們沒有覺察到的 一種超過我們空間的更複雜空間 就像那水族箱 而且 我們會把次元子粒子看成分離的個體 是因為我們只看到它們部分的現實 如此 粒子不是分離的部分 而是一種更深沉與更基本整體的片面 這種整體具有全像攝影的結構 就像先前所提到的玫瑰一樣無法分割 而且由於現實中的一切 都是由這些幻影粒子所組成 於是整個宇宙實際上 是一個投影 一個全像式的幻象 在一個全像式的宇宙中 甚至連時間與空間 都不再是基本不變的 因為在一個沒有分離性的宇宙中 未知的觀念會瓦解 時間與三度空間 就像電視監視器中的魚 只是一種更深秩序的投影 這種更深的現實 是一種超級的全像式幻象 過去 現在 未來 都共同存在於當下一面 這意味著 只要有適當的工具 就有可能進入這種超級全像式的現實層次中 時光旅行 取出遙遠過去和未來的影像 其實每個人 都有這種回溯過去和預測未來的功能 PREPROM不是唯一發現宇宙是一個全像式影視幻象的研究者 在腦部研究的領域中 史坦福大學的腦神經學家哈爾普里布拉姆 他PREPROM也完全相信現實的全像式本質 PREPROM研究腦部是如何儲存記憶 因而被全像式結構模型所吸引 近幾十年來 許多研究顯示 記憶的儲存 不是單獨的限於特定的區域 而是分散於整個腦部 在1920年代的一連串 歷史性的實驗中 腦部科學家 卡爾·拉什利·克·拉什利發現 不管老鼠腦部的什麼部位被割除 都不會影響他的記憶 仍舊能表現手術前所學到的複雜技能 唯一的問題是 當時沒有人能提出一套理論 來解釋這種奇怪的整體存在於 每一部分的記憶儲存本質 到了1960年代 PREPROM接觸到全像攝影的觀念 才發現了腦神經科學家 一直在尋找的解釋 PREPROM相信 記憶不是記錄在腦神經細胞中 或一群細胞中 而是以神經脈衝的圖案 橫跨整個腦部 就像雷射繞射的圖案 遍布整個全像攝影的底片上 換句話說 PREPROM相信頭腦本身 就是一個全像攝影機 PREPROM的理論 也解釋了人類頭腦 如何能在那麼小的空間中 儲藏那麼多的記憶 曾經有人估計 人類頭腦在人的一生中 能夠記憶約100億位 的資料 大約是5套大英百科全書 相似的 除了其他功能之外 全像攝影 也具有驚人的資料儲存容量 只要改變兩道雷射照射底片的角度 就可以在同一張底片上 記錄許多不同的影像 有人示範過 在一公分立方的方塊底片上 可以儲存100億位的資料 如果腦部 是根據全像攝影的原理來操作 我們就比較容易了解 我們那特殊的能力 能迅速從我們那龐大的記憶倉庫中 取出所需的任何資料 如果一個朋友要你告訴他 當他說斑馬這個字時 你會想到什麼? 你不需要笨拙地搜尋某種巨大的腦部字母檔案 才能得到一個答案 相反地 一些聯想 如條文 馬和非洲野生動物等 會立刻跳入你的腦中 的確 人類思考過程的一項最驚人的特徵是 每一件數據 都似乎與其他所有資料相互連接 這也是全像攝影幻象的另一項基本特性 因為全像攝影幻象的每一部分 都與其他部分交互關聯著 這也許是大自然交互關聯系統的最終極例子 記憶的儲存不只是腦部科學唯一稍後解答的謎 另一項謎題 是腦部如何從感官所得到的大量波動 光波 聲波等等 翻譯它 使之成為我們知覺的具體世界 由於本文太長 將分為兩期播出 我們下期再會 也請別忘了分享給你的朋友 並且記得按一個讚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才能收到最新消息哦!